这里青山巍峨 万木葱龙 生机盎然 这里古桥流水 民宿人家 游客如枝 难忘下党 曾是贫困代名词的下党 乡亲们就连养猪都怕太肥 不好抬出大山去脉 很多年轻人更是纷纷奔走他乡谋出路 上个世纪的1989年7月19日 1989年7月26日和1996年8月7日 习近平同志曾三进下党指导发展 开启了下党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勤劳囤朴的下党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几十年如一日的长期关怀和亲自推动下 进行着低水穿石般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 如今下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2018年全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摘 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7289元 是1988年建乡时的九十多倍 2021年7月6日 下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五个峰会场之一 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现扶贫成就 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 建乡时没有一寸公路的下党 1991年第一条通乡公路顺利建成通车 下党人民彻底告别了尖挑贝图的历史 2014年被村民称为小高速的柏油公路顺利通车 2020年9月 下党迎来首条8.5米宽的双向双车道高等级公路 目前全乡公路网络四通八达 已开通五条进乡公路 十条通村公路 道路通了 父老乡亲致富就有出路了 通过产业扶贫 全乡累计种植茶叶近四千亩 创新推出中国第一个扶贫定制茶园 首创下乡的味道公共品牌 越来越多的企业 游客 学员走进下党 养在深归待人时的下党生态农副产品 也借机走出了大山 销售到了全国各地 定制茶园得到了宁德时代 江苏万顺 三祥星才 成都正号 上汽集团等大企业以及许多机关事业单位 亲情支持 一次消费 一份关爱 一股力量 下党全乡大力推行 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共建共享模式 成立了滴水源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将全乡十三个茶叶合作社纳入联合社统一管理 茶农享有溢价补助和二次分红政策 有效促进了家庭和村集体经济双增长 素有寿宁西伯利亚之称的下党 近年来通过旅游扶贫 消费扶贫 建好学习小镇 讲好下党故事 把整个村庄变成旅游景点 优化了当地生态资源 下党的山山水水开始显露旅游价值 先后获得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首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游客分之踏来 仅2020年到下党参观学习旅游人数 就达20多万人次以上 并催生了一批民宿 农家乐等旅游业态56家 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吸引了当地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对下党进行精准扶贫 产业振兴 明确大下党乡村振兴新思路 围绕一村一平策划实施了几十个农业产业和旅游开发项目 以下党的力道打造下乡的味道 逐步叫向清新福建难忘下党旅游品牌 下党不仅是受您的下党 您得的下党 也是福建的下党 更是中国的下党 下党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推进扶贫事业的生动缩影 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孕育和实践 下党人民始终牢记嘱托 继续发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积极建设美好家园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符合下党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